第三個問題 來了 What are what is the date of the thesis oral review? What is the date of thesis oral review? 就是論文口試是哪一天 這個Information and Record Manager Retcher McGuire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闖獲了 他回答Michael Richardson 說 PhD Viva was on October 16th 1983 博士口試是在1983年的10月16號 這封信告訴了我們博士口試的日期 結果網友立刻查了萬年裡 那一天是Beautiful Sunday 好 那怎麼說呢 所以從那一天以後 Michael Richardson 也好 林環牆教授也好 我也好 我們都用各種管道去問他說 那天是禮拜天可能嗎 再來就絕口不提哪一天 只說Mid of October 一句話帶過 如果是10月16號 確實就說是啊 就是禮拜天啊 不然你是要怎麼 不相信嗎 為什麼不敢承認呢 只有一種可能掰的 對不對 我們說不可能是禮拜天 沒錯吧 如果真的是禮拜天 倫敦政經學院就說啊就是禮拜天啊 如果禮拜天很正常的話 他就說那對啊就是禮拜天 那根本不用去 不用規避嘛 他只要說yes it is yes it was 可是 他絕口不提從那一天以後 被我們質疑之後 絕口再也不提16號這一天 那麼 連元龍 蔡英文的律師也一樣 如果坦蕩蕩蕩 無不可告人者 我當年真的就是禮拜天去口試的啊 不你是不會怎樣 那我就大方的說 是的 就是1983年10月16號 如果我們在Vexatious的問他說 欸為什麼可以是禮拜天 那連元龍就會去問蔡英文說 為什麼是禮拜天 那如果蔡英文是誠實的 他就說 對的 我永遠記得那一天就是禮拜天 因為我跟學校申請說告訴他們說 我禮拜一以後我就要到火星去 半年才會回來 我有很多理由 我非得1983年10月16號口試不可 According to the Lunar Lunar Calendar 根據我國的農民力 該日諸事大吉 17號以後就是諸事不宜 所以我拜託倫敦政經學院 就是1983年10月16號禮拜天給我口試 其他的任何一天我都不要 我就不去了 學校說 好好好我們史上最優秀的博士 看好你可以拿兩個博士學位 好好好你別生氣 倫敦政經學院配合你 禮拜天就禮拜天 那就產生了整個倫敦政經學院史上唯一一個禮拜天口試的 畢業生 如果這 這麼棒的光榮事蹟 是不是比1.5個博士學位 毫不遜色 那 律師幹嘛偷偷地狀去改 這個口試日期呢 就大膽的說嘛 就是禮拜天啊 怎麼不你是怎麼樣 對不對 這是倫敦政經學院有史以來最令人驚奇的一場口試 他就在禮拜天 你還可以加碼描述一下當時的場景 對不對 我們公司我們這個大學的這個 學校的職員還欺家代卷的 來幫忙處理行政事務 帶著小孩說等一下兩個小時完了之後我們要去野餐 你還可以多描述一點你可以再掰 可以掰用力一點 你幹嘛偷偷地改呢 你幹嘛後來倫敦政經學院不敢承認是10月16號呢 這個10月16號如果是真的 那請問你10月15號出境 你如何10月16號到呢 姐姐特地飛來倫敦參加我的口試 那可是姐姐跟我是同一天出境的啊 是1983年10月15號出境啦 民國72年那個時候非英國的倫敦 他是要轉機的喔 而且我的在航空界的朋友跟我說 非倫敦啊那個年代不是香港轉機 就是阿姆斯特丹在荷蘭轉機 所以一折騰下來二十幾個小時跑不掉 請問蔡同學1983年10月15號出境 你要如何在1983年10月16號口試 那如果真的是10月16號口試 你後來幹嘛偷偷改呢 蔡同學的指導口試委員是兩個人 一個叫做MJE就是Michael John Elliott 另外一個人叫Professor Leonard Lee Examned Presentized Thesis 他的口試委員是兩個人 他的口試委員是兩個人 一個叫Michael Elliott 一個叫做Professor Leonard Lee 這句話是英國倫敦大學的法務主管 倫敦政經學的法務主管 叫做Kevin Hens 回答法院的喔 就是回答張敦涵的詢問 但是這是法院的證物 法院財信的證物喔 這句話說明了什麼 他說蔡英文的口試委員是Michael Elliott 還有Lena Lee 哪裡不對 第一個 Michael Elliott 是你蔡英文 從頭到尾說的你的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不能當口試委員 這是英國博士生都知道的 Common Sense 沒有一個例外 從以前到現在都不能例外 因為英國的博士是私俗制 他沒有口試 他沒有考試 他沒有上課 所以這個指導教授擁有絕對的權利 如果他當教練又當裁判 很可能會一手舞弊 假設他包庇這個學生 跟他有特殊的這個金錢往來 或者有什麼樣的關係的時候 你會無從查核 所以你的指導教授 絕對不可能是你的博士口試委員 沒有一個例外 所以到這邊為止 你可以直接靜置判斷 就叫蔡英文 你就是造假 出局直接喊出局 好 那另外一個 就是他在所有的官方文件中 第一次透露他的第二個指導教授的名字 口試委員的名字叫做Professor Leonard Lee 這個Leonard Lee呢 他是刑法的教授 他是Criminal Law的教授 刑法教授怎麼會去指導一個 經濟法律貿易的博士呢 而且更違背規定的是他們兩個都是倫敦大學旗下的教授 根據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改變的英國的學制 就是你的Examiner一定要有一個是External Examiner 也就是說你的口試委員一定要有一個是校外的 而且不可以有自己的指導教授 所以列出來的兩個通通不合格 再來 這一個短短的一句話透露了第三件事情 就是做賊心虛 他說這個日期是October 1983 為什麼不敢講October 16th呢 為什麼不敢講10月16號只敢講1983年10月呢 因為出包了 不知道該怎麼圓謊 好還有一個最關鍵最關鍵的證據 你們早晚要面對 後面括號 第74頁到75頁 就是說你這些資料哪裡來的呢 從蔡同學的學生記錄表的73頁 學生記錄資料中的73頁到75頁拿出來 74頁 對不起 74到75頁拿出來的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說明出處 這不是我隨便掰的 是有評有據的 所以以後你不能說啊對不起啊 這個是錯誤 你還隱居說在資料的74到75頁 而且我們在詢問當中還得到一個很荒唐的答案是 倫敦政經學院說 蔡同學留在系上的資料高達273頁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後來 最近法庭上面她又改口說我們沒有保有 蔡英文的相關記錄 啊到底是怎樣 是看到貴嗎 太不可思議 謝謝你 我是可求要的 很好的 摩擦 謝謝主角 謝謝主角